原标题,美国邀请中方重启贸易谈判海外媒体,中美朝着正确方向迈进,参考消息,王9月14日报道经外媒体这儿,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顾德洛9月12日表示, 特朗普政府邀请中国官员重启贸易谈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9月13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团队进来一直保持这各种形式的沟通,中方确实已经收到了美方邀请,对此持欢迎态度,美方政治压力不断加大,据得国之声,电台网站9月13日报道, 顾德洛说,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收到一些好论信息,说中国政府的高层希望进行谈判,因此,美方谈判负责人姆鲁钦部长已发出邀请,不过顾德洛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两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财政部长姆鲁钦已向中方代表发出邀请,并去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13日报道, 据知情人士趁,特朗普政府要求高级官员在9月晚些时候,与中国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 报道着,就在美国财政部长姆鲁钦发出邀请之际,特朗普政府一些官员表示, 他们感觉到,在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对中国商品开增新关税并多次威胁,要采取更多关税行动的施压下,中国官员展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 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的政治压力不断加大,要求他自11月中期选举,缺缓和贸易争端, 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可能会在此次选举中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贸易争端已对美国消费者造成冲击, 报道着,美国政府本周向中国代表团发出邀请,知情人士趁,美高提议的更高级别会谈,可能在华盛顿或北京举行,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获得落十二日趁,我们多数人认为谈判比不谈判好, 我认为中国政府愿意谈判,他表示,可以说沟通上了一个台阶, 获得落成,他无法提供进一步细节,并表示财政部长姆努钦负责此事, 姆努钦的发言人对此不予置评,那些密切关注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略的人士称, 还不能把上述邀请当作一个重大突破, 特朗普政府内部在对华战略上仍存在分歧,不到一周前特朗普曾威胁, 不仅要继续推进上述关税计划,还要再对另外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 中方对邀请持欢迎态度,据内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13日报道, 中国商务部13日确认,收到美方提议,展开新一轮双边贸易谈判的邀请, 并称双方正就细节进行沟通,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13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美经贸出商团队进来,一直保持这各种形式的沟通, 中方确实已经收到了美方邀请,对此持欢迎态度, 发言人重申,中方认为,贸易冲突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并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13日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证实中方收到美方关于举行新一轮贸易, 从商的邀请,耿爽表示,中方确实已经收到了美方邀请, 对此表示欢迎,目前,双方正在就有关系结进行沟通, 中方始终认为,贸易冲突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他还说,事实上,自从上个月中美双方在华盛顿举行 副部级经贸问题戳商后,两国的经贸戳商团队一直保持这各种形式的沟通, 就各自关注问题进行着交流, 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13日报道, 对于美国加征关税的威胁, 中国已誓言采取报复措施, 对总计110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税, 这相当于美国对华商品出口总额的85%。 报道着,与此同时,特朗普以及一些被认为可能在中期选举中, 作伴的共和党议员正日益,面临来自商业各农业团体的压力, 这些团体反对加深关税并端促与中国再次停止贸易战, 一些行业组织12日表示, 他们将联合开展一项, 名为关税总害美国核心领域的游税活动, 反对特朗普的关税计划, 这些组织代表零售、玩具制造、农业和科技等行业的数千家企业, 零售商已进一步提出警告着, 加征更多关税, 尤其是把消费品纳入征税对象的话, 可能不利于年底假期购物级的商品供应, 报道着,虽然姆鲁钦做出了努力, 但特朗普政府内部在对话策略方面仍一见不一, 这已发了新一轮谈判能获得什么成果的疑问, 中美朝着正确方向迈进, 据英国金融事报网, 战9月13日报道, 美国战胜法安排与中国谈判, 超市在特朗普总统在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前化解愈演愈烈的贸易战, 报道着, 重启坦帕之群受到美国商界的欢迎, 他们一直担心特朗普对加征关税的执着, 会耸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美国商会国际食物负责人麦伦布里连特说, 假如美国和中国要回到谈判桌旁, 美国商界会冷于听到这个消息, 他还表示, 即使恢复你不大可能有具体结果, 那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一步, 美国外交学会的贸易问题专家艾华奥尔登说, 向中国做出的主动姿态, 可能会是一个转折点, 他说, 这些谈判将是漫长而艰难的, 不会轻轻松松解决问题, 但在双方不断加大了一些力度而没有实际谈判长达几个月之后, 严肃认真的谈判即将开始, 报道着, 眼相还不清楚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新策略方面是否团结一致, 中方曾尝试通过财政部长姆努钦与美国打交道, 但姆努钦有时与特朗普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不合拍, 莱特希泽和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伊德对中国奉行员远更为强硬的立场, 白宫内会复制品请求, 报道排着, 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第一轮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铁等工业材料上, 而即将到来的一轮关税将影响更广泛的商品, 更直接地冲击到消费者, 并据香港拿换早报网站9月12日报道, 美国政府提议与北京方面举行新一轮高级别贸易谈判, 着眼于阻止双边贸易战进一步升级, 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在当前阵风相对的关税战和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 愈演愈烈的相互敌势表示担忧, 中美两国间的正常对话亦被扰乱, 双边联系陷入低谷, 伦敦大学要被学院中国研究所所讲成瑞生表示, 考虑到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程度, 双方应恢复高级别会谈来解决分歧。 报道着, 美国人口补查局的数据显示, 2017年, 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 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 曾瑞生说, 日进展开的贸易战非同小可, 但他还没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